大家好,接下来我将给大家介绍咱们工具当中如何进行多线程访问 那么在介绍之前,我们首先对passing当中多线程编程进行简要概括 那么在passing当中,咱们想要使用多线程就要使用到threading这样一个模块 之后通过threading来初始化thread这样一个类的对象 之后将target复制对应的函数名,args对应的参数 那么之后咱们点使用start来开启对应的线程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在工具中使用多线程列表 那么咱们现在有了对应的payload,我们可以将对应的内容去除掉 我们就在payload这里进行编写 咱们也将之前的测试内容给它删除掉 将所有的payload给它去掉,邮件然后运行 那现在还有对应的这个内容 我们给它注释掉 使用警号来进行注释 那么接下来咱们在payload这里来使用多线程 使用多线程,首先咱们就要导入多线程的模块 使用importthreading来导入 之后咱们在这里 使用threading.thread之后 target等于一个scan 我们给它一个scan 之后我们args等于咱们对应的payload 我们传递一个payload进去 那么现在咱们需要定义一个scan的函数 用来接收咱们对应的payload pass不编写内容 scan 看是否需要加引号 这里没有问题 那么stread这样初始化 咱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初始化 那么一般情况下咱们这里将使用 使用现成列表 咱们初始化定义一个ths list等于一个空列表之后 咱们每次将这个stread thread list 将它追加到咱们对应的现成列表 以方便咱们之后进行调用 那现在咱们现成列表就已经有了对应内容 咱们可以使用for循环 th印咱们thread list 之后thstart来执行 咱们右键来运行 那么这里出现对应的报错 来看type arrow 右键然后执行 它说啊对应的这个name没有被定义 这个函数没有问题 scan 右键执行 我们将它啊定义在上边 那么这时候啊就被定义了啊 因为这个passen啊是一个解释性语行 它是一行一行解释 那么在这里的话啊如果没有定义函数啊 那么就会报错 右键然后执行 这时候啊它说 scan啊 take a personal but to give it payload 那么这里啊出现了错误 是由于咱们args应该传递一个对应的原主 原主的话咱们只有一个payload的传递啊 咱们使用逗号 表示它是个原主 一定要注意啊这里 如果没有对号的话 那么啊这时候无法确定咱们传递的是一个原主 那咱们可以在啊这里给它输出啊对应传递过来的这个参数 我们这里啊先不写对应的扫描功能 我们右键然后执行 那么这时候啊就会输出咱们对应的啊这个多线程 读取到的啊这个对应的内容 可以看到啊这个 内容啊进行了输出啊并且正确 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关于多线程 访问对应的字典payload 然后来进行执行 对应的啊这个内容 那么我们 这里给出的内容是输出对应的payload 那如果咱们在scan函数当中进行对应的扫描 那么或者进行其他的功能编写 那么这时候就使用多线程 执行了啊对应的这个功能加快了对应的探测速度 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关于多线程访问的全部介绍 那咱们本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